2011年12月31号即将迎来元旦的美好时刻了 磁绣迎亲之际啊 原本应该是喜庆的氛围 但是河南省许昌市屯里村 却被一股莫名让人不寒而栗的诡异的气氛给笼罩着 因为在这一天 有几个村民在同村的陈爱琴的家里 自估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事情 陈爱琴是村子里比较受欢迎的一个36岁的黎的寡妇 这个女人呢 为人热情 活泼开朗 因此呢 经常有村民呢 到他家中去串门 这一天呢 有两个村民呢 像往常一样 来到陈爱琴的家中 想过来呢 找他聊聊天 唠唠嗑 但是两人发现呢 陈爱琴 家中大门 依旧紧锁着 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怎么大白天呢 还关着门呢 而且不管两个村民呢 无论如何的拍门 和呼唤名字 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在这时候 两个人 透过门缝 似乎看到了让人 不敢置信的一幕啊 陈爱琴家里的院子 已经是满是积水了 而两个人看到 在这积水上面 竟然还漂浮着血迹 两个村民是大惊失色呀 大门后面的陈爱琴一下 不会已经出事了吧 在接到腿里村村民的报警之后 许昌市开发区公安局 迅速组织了精干的警力 前往现场 敲开大门之前 他们都没有想到 即将解开的 竟然是这样一桩 惨绝人寰的灭门惨案呢 警方是直接蹚着水 穿过院子的 走到里面的门口处 警方先后发现了 一男一女的尸体 那名成年女性死者 就是这家女主人陈爱琴 男性死者身份 目前未能确定 客厅里到处啊 都是大片的喷剑的血迹 两具成年人尸体 都是在头部 胸部 颈部 有着大量的锐气伤 从现场和死者 惨烈的死状来看 处处都显示着 凶手是一个 雄雄极恶的人 但是罪恶呀 还远远不止于死啊 警方继续 走进另一间卧室 探查情况 却在刚迈进时 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呼啊 因为警方见到 在床上还躺着两具 未成年的尸体 分别是陈爱琴 七岁的小儿子 和十岁的二女儿 同样是在静步 有着明显的锐气伤 一男一女 两个小孩 一家四口 同时被残杀了 这样密门惨案 在许昌志来说 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呀 在此之前 这里从来没有过一起 三人以上死亡的案件 凶手到底 是一个怎样的人 和这户人家 又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呢 看着惨烈 而有血腥的现场 即使是经验老道的侦察员 也感觉到非常棘手 和震惊 这桩大案 案情非常重大 凶手 必须紧快 助难归案 得知陈爱琴一家 已经全部遇害 小小的 推理村 一时之间呢 对这件事情 就引发了热议 村民们呢 是人心惶惶 发自内心的 感觉到担忧和恐惧呀 大家呀 在面对警方的摸牌走访时 对于这个案件 也是众说纷纭 给出了自己种种的猜测 就在这时候 警方就了解到了 陈爱琴呢 陈爱琴呢 早已经离异多年 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陈爱琴多年来 一直呢 没有在家 都是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那么 案发现场 那名成年男性的死者 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他们 找到这名男子的身份 或许就是破案的关键呢 紧接着 这是踏破铁骑 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警方很快就从当地的一个村民的口中得知 这个男人呢 就是他失踪了一天的弟弟 冯县伟 法医此前经过检验 确认几名死者死亡时间 都是在深夜的凌晨时分 冯县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 出现在陈爱琴的家里呢 这时候 被害人陈爱琴身上一处 特殊的伤口 就引起了法医的注意了 在死者的会音部啊 有两处窗口 实在被害人死后所造成的 那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啊 都是轻杀 凶手 破坏死者的下体 确实为了发泄情绪 那这起案件 是不是一起轻杀案件呢 陈爱琴 冯县伟 以及凶手三人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纠缠不清的关系呢 村民们积极提供线索 对于破案 摔现出了非常高的热情 此时一个外号叫做小东北的人 在村里啊 评价不错 这个男人呢 引起了警方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有村民发现呢 案发前 他曾经看见小东北和死者 冯县伟 发生过冲突 而且 村子里人都知道 这个外号叫做小东北的男人 此前 此前和陈爱琴呢 共同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两个人 行为局势 非常亲密 2012年1月3号 也就是接到报案后的三天 警方终于在长春 将协议人 刘云安 也就是外号小东北的这个男人 接纳归案了 灭门惨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段案情呢 陈爱琴一家 为什么会遭此横祸呢 小东北本名叫做刘云安 他是黑龙江省啊 清刚现任 被捕之后 虽然他的反抗情绪激烈 但是 还是对自己在三天前制造的那一桩 灭门惨案 供认不讳 村民们在得知凶手 竟然是刘云安的时候 无不感到震惊啊 纷纷的说 哎呀 小东北是个实在人呢 怎么可能会干出那种事啊 刘云安虽然呢 只在这里生活过一段短暂的时间 但是他在村里评价呀 却非常不错 当时呢 他就和陈爱琴呢 一起生活在案发现场所在的那间房间 过往的幸福时光 历历在目 孩子能欢声笑语 也仿佛还会在耳边响起 没有人知道 制造了这一场 灭门惨案之后 他内心经历了多大的煎熬啊 刘云安承认 自己实在是被逼到绝路了 所以呢 才会做出这样疯狂的事 而这场劫难的发生呢 要从三年前 刘云安出狱呀 开始熟悉了 刘云安呢 曾经在2006年 即2008年 都曾经因为盗窃罪 而先后两次被判入狱 201年2月出狱之后 他呢 还没有成家 这时候啊 一位刘云的朋友 为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这个人呢 就是陈爱琴 即使得知对方三十多岁 就独自拉扯着三个孩子生活 刘云安对此呢 也是毫不介意 还表示呢 自己这个年纪了 很喜欢孩子 虽然呢 仅仅是第一次见念 就已经让他对陈爱琴 产生了好感 但是双方之间 十一岁的年龄差距啊 还是让刘云安 有一些望而却步了 这时候 陈爱琴的一个举动 彻底打消了 刘云安的顾虑 什么举动呢 两人当时啊 互相发了短信 聊了一天一夜 他说呀 如果不是对我真心的话 怎么会二十四小时 不睡觉 随时回我的信息呢 意识到了 陈爱琴 或许是愿意和自己 共建家庭之后 已经四十多岁的 刘云安 就感觉到几处往外 当即许诺 让陈爱琴 在河南等着 自己三天之后 就回到许昌市 将他接回东北老家了 就这样呢 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了相貌的刘云安 马不停蹄的 就把陈爱琴 接到了东北一切生活了 三个孩子呀 则是继续留在河南 读寄宿学校 一切看起来似乎 都很合理 而且又很顺利 但是渐渐的 刘云安的亲人 发起了一些不对劲了 陈爱琴这个女人呢 究竟是真心的 想和刘云安 一起生活 还是为偏财而来呢 因为两个人呢 一起生活之后 亲人们发现了 这个女人几乎 什么家务活 全都不干 刘云安呢 白天出去 打空挣钱 晚上回来呢 还要给他洗一做饭 父亲的亲人们 都看不过去了 而且更让家人们 感觉到不对劲的事 有一次 陈爱琴突然提出 两个人以后 就是一家人了 希望刘云安呢 能够为自己几个孩子 上学的学费呀 出一点力 其实啊 当时 所有的 这个亲人们 都劝说刘云安 说这个女人 很可能是个骗钱的 可是刘云安呢 却还是一股反顾的 把自己 仅有的 二十亩的土地 一万元的地价 给租了出去 于是他凑够了钱 就给了 陈爱琴 交了三个孩子 上学的学费了 刘云安从这之后呢 大伙更加卖力了 努力挣钱 他相信自己的真心 会换来回报的 但是 不久之后啊 陈爱琴再次提出 他和三个孩子 分居两地 非常不舍 希望 能将孩子们 也借到身边 一起生活 于是刘云安 又向亲人们 借了四千多 才将三个孩子 带回到了东北 并且 在家的附近呢 找到了合适的学校 一心以为自己 终于有了一个家的 刘云安 他没有想到啊 命运再一次 向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渐渐发现了 女友的心 似乎一直 都不在他这里啊 刘云安接下来 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当时啊 刘云安 把孩子们 接到东北之前 三个孩子呀 在河南的时候 都是由陈爱琴的 一个表哥 负责照顾的 于是 这一次 刘云安和女友 在河南 打理好一切之后 他就主动 邀请这位表哥 一起呢 吃个饭 但是这顿饭 让刘云安 吃的人 非常不愉快呀 因为 在饭桌上 自己的女友 总是和这个表哥 有一些有意无意的 暧昧的举动 比如说时不时的 表哥就会对陈爱琴 拍拍背 或者摸一摸胳膊 甚至后来 陈爱琴说 要去上厕所 这表哥竟然 也要跟着去 上厕所 要不是被刘云安 找借口 给拦住了 这个表哥呀 真的要粘上去呀 这些 暧昧的举踪 使得刘云安 感觉到非常不满 这个男人 真的 只是陈爱琴 表哥的关系吗 这个表哥谁呀 就是冯县伟 后来 命案现场的 那名 成年男性的死者 此时刘云安 还没有想到 自己会和这个男人 有着这么深的纠葛呀 虽然陈爱琴 一口咬定 冯县伟呢 只是自己的表哥 但是刘云安 还是觉得不对劲 但是 他也不打算 再细想女友 和这位表哥 之间的关系 只要陈爱琴 愿意和他呀 一起回到东北老家 一切呀 他都不会介意的 回到东北社后 刘云安 对这几个孩子 倾心相待 由于自己四十多岁 都没有成家 所以 他一直啊 很喜欢孩子 对陈爱琴 这三个孩子 也是真心的照顾 还包来了家里 经济支出 和做的家务 但是这样的付出啊 并没能获得 陈爱琴 同样的真心回报 一通深夜的电话 表哥就轻易的 把陈爱琴 从他身边 给夺走了 这又是 发生什么呢 原来呀 就在刘云安 几个人生活 逐步的 步入正规 甚至陈爱琴 刚刚怀上 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啊 喝醉了的冯县伟呢 在一个深夜里啊 给陈爱琴 打来的电话 表哥封县伟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中 这又哭又好啊 刘云安呢 偷听了一会儿 陈爱琴 就躲开了他 走远了 继续接听 不一会儿 陈爱琴 也哭着回来了 刘云安不知道 这两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啊 他有预感 这通深夜 打来电话 又将给他生活 带来什么波澜 一夜无眠之后 果然 陈爱琴第二天 就向他提出了分手 这么着吧 老刘 孩子啊 你先帮我管着 我去北京 如果到时候 我选了你 我回来呢 安身过 如果我选了他 你当初给孩子 交学费的钱呢 我会一五一十的 都还给你 这个体 刘云安呢 竟然也同意了 并且 在陈爱琴 走了之后 他真的像一个 亲生父亲一样啊 替他照顾着 三个孩子的饮食起居 他知道 陈爱琴其实啊 不是去北京了 而是 在找办法 和另一男人 也就是他所谓的表哥 冯县伟在一起 果然不久之后 他又打听到了 陈爱琴 和冯县伟同居的消息 后来呀 陈爱琴 直接到东北 就把三孩子 也给接走了 刘云安 和陈爱琴之间 唯一的联系啊 就这样断掉了 两个人的纠缠 会就此结束吗 陈爱琴 真的会忍心 放走刘云安 这个取款机吗 事实证明 他不会 因为仅仅一个月之后啊 陈爱琴呢 又若不及时地 打了电话 让刘云安 借点钱给他 刘云安一方面 为他的无耻行为 感觉到气氛 他与此同时 心底呢 还是花过一丝欣喜 陈爱琴 在这个时候 能够想起自己 一旦是经济上 遇到了问题 或许呢 他们还会有 重新在一起的机会呀 没有人 会比刘云安 更加想要一个家了 当每天 回来面对 一个空落落的 毫无人气的房子 唯一能做的 就是看电视 连一个说话的人 都没有的时候啊 相比被陈爱琴利用 他更加难以忍受 这样的孤独 想要有个家 再苦再累 有个家 有个笨头 叫叔也好 叫爸也罢 有人跟你说说话 这个呀 就是他心里 所想幸福生活了 那选择再次回到 陈爱琴身边 刘云安 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对两个人 痛下杀手呢 就在刘云安 找到了台阶下之后啊 他再一次 奋不顾身的 回到了河南 陈爱琴 和孩子身边 这一次 他还特地 带了三万块钱 打算和陈爱琴呢 一起种蘑菇 销售 换钱 为了能够 真正的安顿下来 刘云安 已经是竭尽所能 如今呢 这蘑菇 也涨失几人 眼线 可以上市销售了 却因为啊 陈爱琴 整天里玩牌 两人呢 又爆发了 激烈的争吵了 谁都没有想到 陈爱琴这个女人呢 会再一次的 翻脸 不认人呢 他竟然 找了几个人 过来啊 把刘云安 从家里 给撵出了家门 当然 这几人当中 就有封献尾 当听到陈爱琴说出 我们两个 没什么关系 我就是 把他请来 帮我种蘑菇 这样无情不义的化石 刘云安是一怒指下 摔门而去啊 他不知道啊 自己前脚刚走 方县尾就开始随意的 进出 自己和陈爱琴 一起租住的这间小院了 几天之后 离家出子 刘云安回家的时候 又碰到了方县尾 和陈爱琴 一起啊 围炉吃饭的 温馨的场景 刘云安后来说 冯县尾说 你来弄什么 我当时就发火了 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 你说我来做什么 我就说 我是来杀你来的 可是这对男女呢 并没有把刘云安的话 放在心上 冯县尾呢 居然还当着刘云安的面 进行挑衅 让陈爱琴 喊自己叫做老公 这对男女啊 满是嘲讽的模样 就使得刘云安 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羞辱 于是他转身 冲进厨房 拿出一把菜刀 抄起菜刀 就狠狠地 砍在冯县尾的身上 冯县尾一看 这老实人真的发疯了 真的砍自己啊 赶紧的 躲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 与此同时 他给陈爱琴 下了最后通牒了 十天之内 你带着孩子回东北 要不然 你就连本带利他 把钱给我还回来 一共六万元 第二天 陈爱琴呢 就联系上 刘云安说了 不会计较 他砍伤了 方县尾 说已经把案子消了 并且呢 让刘云安 回来一趟 刘云安一听 就决定啊 再赌上一把 回那个小院 去瞧一瞧 这一趟 要么就是陈爱琴 对他回心转意 要么 就是他再次被羞辱 到时候 要真的出现了 被羞辱的情况 他决定 就让那对狗男女 拿命来偿还 2011年12月的一天 陈爱琴竟然找了六七个人呢 过来把刘云安给撵走了 并且用那些不堪入耳的言语啊 来羞辱 激怒他 当刘云安 被当着众人的面 被三个年轻力壮的男人 拖出家门口之后 刘云安这时候啊 在心里是彻底的起了杀心了 他心里念叨着 陈爱琴 你真阴毒 刘云安说呀 我当时认不认 鬼不鬼的 东北也回不去了 留在河南 也是无家可归 到处被人面 被逼到绝路的刘云安 匆匆的 就满两把刀 等待实际的到来 二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凌晨一点钟 在附近蹲守的刘云安 发现陈爱琴家里的灯 还是亮着的 他意识到 机会到来了 于是他悄声的 翻墙进入了院子 并且脱掉了鞋子 小声息的 就朝里面走去 更让他坚定杀心的是 翻墙进去之后 他听到了一段对话 是冯县委 对陈爱琴所说的 爱琴呐 眼瞅着过年了 你没给老刘打电话啊 问他手里有钱没钱 要是有钱 你把他给弄回来 钱花完 过年再说 听到这番话 刘云安 近存在内心的一丝理事 顿时被怒火烧得是 一丝不剩了 他举起双刀 就冲入了房间之中 对着这对狗男女呀 是一阵疯狂的看杀呀 一星 傻红眼睛了 他突然想到 要是让孩子们起床 看到这一幕 叫人过来怎么办 于是 罪恶的屠刀 再一次的朝向两个 不满十岁的年幼的孩童 高高举起了 发生在2011年最后一天 这桩灭门惨案 只有陈爱琴大女儿 因为寄宿在学校 侥幸躲过了一劫 现场可以说是 触目惊心的血腥 几乎是血流成河 第二天呢 鲜血流向了积水的院子 才被警戒了村民 发现而且报了案 2013年4月24号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刘云安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接到判决之后 刘云安并没有选择上诉 他表示认罪服法